沉浸黑暗寻找光明 哈喽大家好 我是建军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黑暗讽刺动画短片 类人猪 废话不多说 故事开始 一望无际幽兰深邃的深空 云朵不停变换着形状 毫无规律可言 可云层之下的世界呢 一万年来却亘故不变 大地至上覆盖着一层浅浅的河流 无数头顶细胞盒的小人们 木嫩的站在那里 他们也不怎么喜欢移动 只是站着 呆呆的望着面前 那高耸入云的金字塔 小人们无法登上金字塔 他只能默默的分裂繁衍 做着本能的事情 维持生活 镜头慢慢向上移动 金字塔内部最下层的景象 逐渐映入眼帘 这里是一片乱石纵横 破乱不堪的世界 灰尘漫天的飞舞 砖头铁板被凌乱的丢弃在道路两边 弱小的昆虫居住在这一层 他们身穿残破不堪的衫子 又黑又脏的小脸 看不出任何情绪 垂大着眼皮 啃着帮硬 变质的面包 这一层看起来毫无生机可言 镜头再次向上移动 在倒数第二层的世界停了下来 这一层楼房林立 看起来归整了许多 电线杆穿插在街道之中 微弱的灯火 从万千窗户盈盈溢出 远处的烟囱直插云霄 冒着滚滚浓烟 将这层世界熏得烟雾缭绕 雾霾丛生 生活在这里的 基本都是素食动物 它们大部分都有工作 在各种工厂上班 任劳任院勤勤恳恳 听话到从来没有半点的逆反之心 镜头再次缓缓向上移动 金字塔的最顶层 那五光十色的摩天大厦 耀眼的很 精美的建筑 华丽的装修 富丽堂皇的宫殿里 霸气威严的狮子 再优雅的吃着牛排 没错 这一层就是金字塔的最顶端 肉食动物居住的天堂 画面再次回到素食动物世界 一间年久失修 不欺眼的瓦房里 一家之主朱小明 在看着这个世界仅有的娱乐设施 电视机 拿着经过激素 催生培育的苹果 吃的挺香 虽然这种苹果呢 还有大量的激素 没有营养 但价格便宜 是朱小明这种人的首选 最近电视上 总会出现寻人启事广告 让朱小明颇为不满 因为这耽误了 他看草根变明星 这档超火的综艺节目 你是个懦弱贫穷的loser吗 你想逆袭吗 你想富有吗 来草根大舞台吧 只要经过公平公正的层层选拔 就可以登上世界之巅 从一个平凡的素食动物 彻底进化成威武的肉食动物 成为世界的强者 电视节目里 那嘹亮的宣传标语 在狭小的房间回荡 被宠坏的熊孩子朱小弟呢 鸡咋咋咋蹦个不停 他将玩具狠狠地砸向了朱小妹 可朱小妹呢 早就习惯了 他脏兮兮的小脸 依然面带微笑 在纸上勾勾画画着 再看朱小明呢 一直盯着综艺节目发呆 突然他污秽浑浊的双眼 爆发出金光 画面一转 他出现在精美的橱窗前 看着标价十万的华丽礼服 若有所思 身后的熊猫服务员 炙热的目光 盯得朱小明 窘迫不已 卖力的掏了掏 干别的口袋 原来兜里啊 一分钱都没了 那鼓鼓囔囔的东西 都是垃圾 朱小明跟他兜里的垃圾一样 被清理出店铺 自尊心受损的他 砸碎了储蓄罐 数来数去 发现家里啊 只有几百块钱 他第一次感觉 自己原来这么穷 穷到连一件衣服都买不起 心里慢慢扭曲着他 看向了小女儿 早已生休的脑袋 卖力的思考着 在他心里 自己最重要 排在下一位的是儿子 再排下一位的是媳妇 最后才是女儿 话说女儿朱小妹 再怎么廉价 也应该比那件衣服贵吧 想到这儿朱小明的表情 慢慢变得猙獰 地狱般的魔爪 一把就抓住了女儿 为了老爹的成名之路 就委屈你了 朱小妹最后是死是活 不知道 只知道朱小明 将女儿置换成金币 到底是买回了那件 心心念念的礼服 妻子惊歹了 他不敢相信 丈夫会卖自己的女儿 满脸泪水的冲向丈夫 结果被一拳打倒 看着鼻孔穿血 满脸泪水的妻子 朱小明大为恼火 还傻愣着干什么 快给我化妆 原来朱小明不仅买了礼服 还买了一套美妆产品 看着老婆将化妆品 一层又一层的涂在自己的脸上 朱小明感觉自己美极了 选美大赛 一定可以抓住观众的眼球 拿个好名次 朱小明大步的迈向了电视台 再看家里的妻子 早已万念俱灰 脚踩板凳系好了颈尖白绳 准备去找乖巧懂事的女儿 朱小明回头瞄脸妻子 看着妻子拉绳上吊 他好想把妻子给拉下来 可草根选美报名时间 马上就要截止了 自己已经顾不了那么多 转身就向门外走去 选美大赛开始了 冠军奖品是一顶雄狮头套 每个选手都使出了十八般武艺 尽可能的表现自己 可不论在哪个世界 都不乏低俗恶狗审美畸形的产物 于是恶狗不能再恶狗的朱小明 成绩一路攀升 过五官斩六将 竟直接打到了总决赛 信心满满的朱小明 本以为这个冠军他拿定了 却不小心偷听到这个冠军 其实早已经内定给了牛头人了 这条消息 有如五雷轰顶一般 砸向着朱小明 他的妆也滑了 人也傻了 就在这最无助的时刻 他看见了一直跟在自己身后的儿子 朱小明愣了一下 他突然看到了希望 画面一转 朱小明如愿的拿到了冠军奖杯 当然是用他儿子的生命换来的 看着礼仪搬来的雄狮头套 朱小明迫不及待的套在头上 戴上的一瞬间 他感觉自己的人生都被改变了 他幻想着披上这身石油动物的皮 可以在马路上横行霸道 他幻想着披上这身石油动物的皮 可以每天都在千尺大床上醒来 他幻想着披上这身石油动物的皮 可以端着明酒 站在花园阳台凝视这个世界 他幻想着披上这身石油动物的皮 可以出入豪华酒店 身边簇拥万千美女 朱小明一边憧憬着 一边走进电梯 准备接受这个世界最高统领 雄狮的召见 正是融入石油动物的生活 可繁华落幕 只剩满地悲伤 朱小明不知道的是 等待他的并不是荣华富贵 而是一张张 早已等候多时的雪盆大口 和永恒的黑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